一定要回來台灣 打造一個以專業 以安全 以避險 為主軸的一個專業團隊 因為在不同的國家 工作的一個原因 總是會有機會 從不同的角度 看回來台灣 總會覺得台灣這個 金融體系 金融環境裡面 缺少了一些客觀性的 否客戶安全的一個專業 台灣缺少了 以不隸屬於任何一個金融機構 以絕對客觀 且專業的角度 為客戶提供 某種層面 否金融上面的 professional advisor 更不用說 以安全為前提的一個情況下 如何去守護客戶 如何去給予客戶 可以讓他們安全的 一些策略以及方案 以及這些專業建議 其實台灣的市場上面是缺少的 如果有機會 自己的專業可以為 這個社會做上一些事情 那我一定要去 build up 一個以避險安全 以年輕專業為主的一個專業團隊 安全這件事情其實一點都不容易 但是安全又是每一個人都需要的 所以我們組建了一群年輕人 我們有熱情 我們有動力 我們有火力 所以我們才可以將這一個專業 發揮得很有價值 Armor Capital 海資本股份原先公司 一個不隸屬於任何一個金融機構 且以專業為主的財務策劃式機構 大部分的客戶都會直接問我說 欸 什麼叫做第三方金融 其實第三方金融 我們不能隸屬於任何一個金融機構 我們必須站在一個跟客戶沒有利益 衝突點秘的情況下 提供給客戶最安全 且最有保障的一個專業建議 我們必須要去善用我們的專業 提供給客戶一個真的是需要的一個專業建議 那我們也需要去聆聽我們的客戶 客戶真正的需求在哪裡 絕大多數的人其實沒有那麼懂金融 所以說身為第三方金融第三個區塊 其實應該要在一個有足夠專業的一個情況下 提供給客戶一個可靠 安心 信賴的一個專業的環境 我認知了專業的第三方金融的樣子 應該要長得如此 其實一直以來對Auron Capital一直都有很多很多的一個規劃 其實創辦一個專業的顧問機構的同時 其實我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 每一位專業同事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專業熱誠 專業方向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我們的客戶才可以真正得到一個安全專業的一個建議 那我們的客戶從我們這邊得到一些策略方案以及建議 才會有足夠的一個保障 Armor 的財務策劃師的使命 就是在安全穩健的前提下 最大化客戶的財富 我相信我們的每一份專業執著 都將帶給客戶多一份安全 也因為我們總是拼盡全力 我們的客戶才能安心 避險是我們的鎧架 我們用專業守護客戶的資本 而這份精神往往是客戶在市場上最仰賴的依據 想要在財富管理走得更長更遠 不外乎的是安全紮實的套號每一步 客戶的安心來自於我們每一份的避險專業 安全穩健的策略才會是最長久的專業 我們年輕有活力有熱情 所以我們成就了年輕專業 在這個專業機構工作 我的定位就很簡單 我需要我的同事每一個 都是變得最專業最強大 那我也會盡全力去 support 他們 讓他們變專業 然後變得更厲害 那我也會希望就是 Alma Capital 以下的同事們優秀了 不錯了 我自己會帶領一下所有的財務策劃師同仁們 一起每年一次兩次的投入到 慈善事業裡面去 然後充分的感受之後 明年再往另外一個階段去提升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